好 來看到這一群 身穿白色上衣跟白色帽子的 就是在高雄舉辦廟會 遶境的活動的人員 但是他們跟警方 真的是吵了起來 因為他們疑似來到 高雄橋頭甲昌路的路段的時候 因為他們站得太外面了 而且這個地方沒有申請路權 員警叫他們進去 所以雙方爆發衝突 先來看當時畫面 抓住 抓住 好 這樣就好 來嘛 保護一下 你有沒有... 你有什麼老闆嗎 你有沒有什麼老闆嗎 不要再這樣 違規才可以保護 因為這個叫班人員 是整群站到馬路上 是已經影響到交通的來往了 那麼目前警方 針對他們衛意規定 來申請路權以及違規的事宜 都已經請相關單位來處理 也不排除針對違規事件 進一步開發